好,我们来讲工具类的操作 目前工具类是这几项 这几项的话呢,有些我们称它为标准工具类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做其他的设定 当我们移到 功能表 看到检视 检视工具类 这边呢,有一些有打勾的 打勾代表说目前工具类是显示的 好,我们把标准的这个打勾取消 发现 已经不见了 那开启的话呢,一样方式移到最上方 检视 工具类 标准 其他的方式也是一样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检视工具类的 图片 它有些是隐藏起来 所以你必须点 像这样子的 两个 箭头 箭头 两个大鱼的符号 我们再做一个 检视 工具类 这边呢 有一个标点符号台湾 这个可以方便我们做一些标点符号的输入 所以我们再做一个标点符号台湾 我们再做一个标点符号台湾